三口线跟爱塞隆其实就有两个极致 但是他们打球风格都非常的能发挥自己的身高优势 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个子非常高 或者说个子就是不是很高的人的话 可以学习一下他俩的打法和他俩的一些技战术 真的非常非常 虽然他更小我感觉他在场地上跟翻跟头一样 就是他如果接不到一个时候 他会利用他的身体这个时候去过去 所以你就感觉有点像翻跟头 可能会利用他这个身高 你能明白吗 他会用其他的动作来弥补 所以真的 我是牛逼的 你看他翻跟头一样这种 今天去看鸡往那儿跑 我给你啊